狐狸猫准备了两个简单的滑车实验 邀请你和它一起探讨 加速度与外力和总质量的关系 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开始吧 这个实验需要准备的工具有 定滑轮一组 纸袋一卷 捆线约100公分一段 直尺一把 挂钩砝码100公克6个 免手套一副 电池与电池座一组 塑胶玩具车约300公克一辆 以及打点计时器一台 在稍后的实验中 我们会使用打点计时器 加上纸袋来观察 在不同的外力或不同的总质量下 滑车运动时的速度变化 使用打点计时器的原因是 打点计时器在通电后 会每隔一秒 敲击一次副鞋纸 并留下打点结果 只要在副鞋纸下方 固定好连接在玩具车上的纸袋 当玩具车向前滑动 而牵动纸袋时 我们就可以根据纸袋上 不同位置的打点结果 来了解滑车运动时的速度变化 在实验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先做好两个前置作业 一、先将纸袋穿过打点计时器的 副鞋纸下方 接上电源后 测试打点计时器 是否能正常运作 二、将玩具车的后端连上纸袋 前端连上细线 要特别注意的是 挂钩砝码的离地高度 需要大于玩具车和滑轮间的细线长度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 让玩具车在移动的时候 外力固定 使整个滑车移动的过程 维持等加速度运动 狐狸猫迫不及待开始进行实验 它第一个想确认的是 外力与加速度的关系 它想了想 外力指的是悬挂的砝码 受到重力作用而产生的拉力 那要怎么改变外力的大小呢? 狐狸猫将玩具车静置于桌上 在玩具车内放置六个砝码 接着要让玩具车开始运动 狐狸猫先将玩具车上的两个砝码 移动到线的前端绑上 打开打点计时器的电源后 放手让玩具车前进 等玩具车前进到接近桌子边缘时 再以手按住 测得玩具车运动时 牵动指带的打点结果如图一 接着狐狸猫再从玩具车上 拿两个砝码绑到前端的线上 线在前端的线上有四个砝码 打开打点计时器后 让玩具车前进 测得的打点结果如图二 最后 狐狸猫将玩具车上 剩余的两个砝码 也移动到线的前端 线的前端现在有六个砝码 测得的打点结果如图三 在比较结果前 狐狸猫先厘清实验中相同的部分 每一次实验的总质量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滑车的质量 加上六个砝码的质量 接着狐狸猫比较三次实验的打点结果 在总质量相同的前提下 当外力越大时 点与点之间的间隔会越大 因为打点计时器固定每隔一秒 在纸带上记录一点 所以当点与点的间隔越大时 代表滑车的速度越快 滑车在一开始都是静止的 在相同时间内 速度变化量越大 表示滑车产生的加速度越大 从三次实验的打点结果 狐狸猫有几个发现 在三次实验的总质量 皆相同的前提下 使用两个砝码 拉动玩具车前进的实验图一 每秒打点的间隔最小 代表玩具车 在一秒内移动的距离最短 产生的加速度 在三次实验中最小 而使用六个砝码 拉动玩具车前进的实验图三 每秒打点的间隔最长 代表玩具车 在一秒内移动的距离最长 产生的加速度 在三次实验中最大 狐狸猫根据实验结果 整理出结论 在总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当外力越大时 物体产生的加速度会越大 了解外力与加速度的关系后 狐狸猫接着想探讨总质量 与加速度的关系 总质量指的是滑车的质量 加上砝码的质量 狐狸猫首先在线的前端 绑上两个砝码 打开打点计时器的电源后 放手让玩具车移动 等玩具车移动到接近桌子边缘时 再以手按住 测得玩具车运动时 牵动指带的打点结果如图4 接着 它在玩具车上加入两个额外的砝码 前端一样有两个砝码 拉动玩具车向前 测得的打点结果如图5 最后 它在玩具车上再加入了额外的两个砝码 现在玩具车上共有四个砝码 前端一样有两个砝码 拉动玩具车向前 测得的打点结果如图6 在比较结果前 狐狸猫先厘清实验中相同的部分 在每一次的实验中 外力都是有两个砝码 拉动玩具车前进 因此三次实验的外力都是相同的 接着 狐狸猫比较三次实验的打点结果 在外力相同的前提下 当总质量越大时 点与点之间的间隔会越小 如同前面提过的 打点计时器固定每隔一秒 在纸袋上记录一点 所以当点与点的间隔越小时 代表滑车的速度越慢 滑车在一开始都是静止的 在相同时间内 速度变化量越小 表示滑车产生的加速度越小 从三次实验的打点结果中 狐狸猫发现 在外力相同的情形下 玩具车内没有放置砝码的实验图4 每秒打点的间隔最大 代表玩具车在一秒内移动的距离最长 产生的加速度在三次实验中最大 而玩具车内放置了四个砝码的实验图6 每秒打点的间隔最小 代表玩具车在一秒内移动的距离最短 产生的加速度在三次实验中最小 狐狸猫根据实验结果 整理出了总质量对加速度的关系 在物体所受外力相同的情况下 当总质量越大时 物体产生的加速度会越小 而当总质量越小时 物体产生的加速度会越大 狐狸猫借由实验了解了外力 总质量和加速度间的关系 它将实验结果记录下来 在总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当外力越大时 物体产生的加速度会越大 在物体所受外力相同的情况下 当总质量越大时 物体产生的加速度会越小 而当总质量越小时 物体产生的加速度会越大 最后 狐狸猫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在滑车实验中 外力方向与玩具车移动方向 乘90度 试着想想看 如果该以手拉滑车 且出力大小与悬吊砝码 所受的重力相同 玩具车产生的加速度会变大 变小 或是不变呢 为什么 呢 小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